明光黃喔 我覺得這樣子非常的 有沒有 就是實體色 看一下這樣 鞋襲 鞋頭這樣 很美吧 這個顏色夏天穿其實蠻亮的 這個牛仔褲 短褲這樣子 蠻屌的 好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黑白 但就是基本色 看一下它的這個 我覺得它線條都很漂亮 來阿玉 我現在馬上幫你問一下好不好 白色是滾邊的黑色 然後白鞋帶 其實我平常穿的話 我都把它綁好這樣 然後我就直接這樣穿鞋子 不過還蠻爛的綁鞋帶 所以我覺得這個還OK 然後可以看一下 它這邊是做 上面是做帆布的 帆布的 然後它的鞋底啊 會隱約有一點配色 後面很可愛這樣子 很有型白色的 記得 編號 顏色 尺寸 帶數量 不要錯 然後黑色就是我這個 請看一下 請看一下 配色的 來阿玉沒有22半的 沒有22半的好不好 對版型正常喔 因為像我是24號腳 我穿這個24剛好 而且你看它的鞋子 看起來就是小小雙的 就韓國鞋看起來不會打大的 就是還蠻修腳的 它的這個滾邊設計是這樣 很好看耶 然後我覺得它鞋 鞋頭地方這樣的設計很特別 很特別 各位有喜歡 請打出編號 顏色 尺寸加1 要打完整 記得要打一般的加1 好 看一下它的 幫我看一下更高好不好 來 抵多 抵後約5公分 後面約5公分 厚度啦 對阿它是兩座嗎 有這麼多嗎 就差不多這邊了 厚度5公分 然後它前面是這樣 稍微低一點 後面高 但是你們不用擔心 這個穿長久是ok的 ok的 它不會說穿起來很陡 都不會 其實穿起來就像平頂型這樣 然後很輕 這超百搭的 黑色是這樣 車白線 欸好看耶 阿玉沒有 沒有二半 它最小二三喔 你們看一下我的黑色正面 我真的覺得我的腳 好像是變小高 看起來我的腳好小喔 其實是這樣 特別這樣 其實 後面有人 有人說穿黃色看看 好 後面是這樣 各位九百九 千萬不要瘦過的各位 真的 欸很便宜 你外面一定會看到非常多人 賣一千多塊 來囉 我要穿銀光黃喔 銀光黃我覺得蠻酷的 可以扭斬喔 我就會沒有換褲子給你看 我覺得穿個短褲 然後搭個T恤 然後穿一個銀色的 蠻喜歡的 看得到嗎 看得到嗎 熙光色 熙光色 太亮是嗎 可以還是 這蠻瘦的 欸有點反光 看不太到 看得到嗎 它就是螢光色的喔 不是一般黃色還是 我故意做螢光色 其實也蠻好看的 看俊 對阿 我覺得蠻亮的阿 對 我覺得配個牛仔褲也好看 看到阿 就是近次看得到 螢光色是這樣的 食品的話你就這樣剪它 大家都買 我剛剛搭完之後 我覺得這個其實螢光色搭黑度阿 藍色的感覺 或是剛剛那吊帶褲也都還很開心 喔這個鞋子搭那個吊帶褲也好看 對啊 就這個顏色是很特別的顏色 螢光色 有喜歡的趕快唷 編號19 編號19 很輕 它是紙滑的喔 版型正常 好不好 趕快加 那我換個白色給你們看好不好 白色 白色已經後備了 那其實搭長裙都很適合 而且像韓國也蠻流行 就是 有些穿那個 對花旗阿 配那種鞋子都不太好 就不一定說你都要穿哪裏 很修復這樣 白色 那我覺得白色它是不一樣看的話 它其實 所以它也會說整個太好 然後我正面看的話呢 鞋頭會有一點點小俏皮的那個 顏色 側邊這樣 看起來很修飾角 然後後面 然後後面 後面也蠻蠻蠻蠻色的 那你聽得多啦 也很好看 谢谢大家